大家好,我是欧长坤 这次我们各页组的分享题目是Timer的原码分析 这个题目准备的比较仓俗 如果有什么讲的不清楚的地方 大家可以多一起讨论一下 这次我们讲的Timer的原码是够1.14的原码 然后那么我们直接进入正题吧 然后这次分享主要讨论一下Timer 它整个的一个发展过程 就是从它最早的实现 然后再到1.10的一个优化 然后再加上1.14就是马上要发布这个版本的一个Timer的优化 然后我们以Timer的这个启动和触发过程 然后来作为一个例子吧 那我们在了解Timer之前 首先要理解Timer的原码之前 首先要了解一下构源运行室调度器的一个基本原理 然后构源调度器的这个在运行室呢 它有三个概念 一个叫做Goro 10对吧 就是所有的 所有的 所有的代码都是在Goro 10里面执行的 包括Mesh都是在Goro 10里面执行的 然后那谁来执行这个Goro 10呢 那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线程 但是这个线程它不会直接去拿到一个用户代码的Goro 10来执行 而是会需要一个逻辑的处理器的抽象 或者说是一个Goro 10的一个对列 然后那只有当M它这个M它持有这个M它持有这个P的时候呢 然后它才能够拿到一个Goro 10然后才能够执行 也就是说Goro 10 Go的运行室的三个 Go运行室的这个调度器的三个基本概念是吹不可的 首先得有一个系统线程 系统线程呢 需要绑定一个P 绑定完了P之后才能够拿到一个Goro 10来执行 否则的话 否则的话就没有办法执行Goro 10 然后所以从直观上来讲 P作为一个逻辑上的处理器 然后也就是现成需要和需要在处理器上才能够执行一个Goro 10 基本上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P呢它会P作为一个处理器呢它会包含一个任务的对列 然后就是它下一次这个当前这个Goro 10如果执行完了 那么它下一次Goro 10会执行什么 然后再加上一个Goro 10它会一个一个排队 然后这样排起来 都成为一个当前P的一个本地队列 除了本地队列之外呢 它还有一个全局队列 这个也就是为了去实现 调度器的一个工作窃取的一个算法 也就是说 如果假设说这个P的所在的这个本地队列的Goro 10都运行完了 那么它应该去怎么办 应该去哪找Goro 10来执行呢 那它可能就 它接下来就会去检查这个全局队列 如果全局队列也唯空 那么它可能会去其他的这个P的本地队列里面去偷取 这也就是一个工作窃取的一个逻辑 但是为什么需要这个local和这个就是为什么需要这个本地的和这个全局的呢 是一个是因为如果是本地的情况下的话 它就不需要锁对吧 然后在在一个县程当中 在一个县程它就只是专注访问这个 这个本地队列它不会不会被其他队列访问到 然后那全局队列的话 显然大家都会访问 那那么所以它就会需要锁 所以它的性能就相对来说差一点 那么有这样一个本地的队列 本地队列或者说本地资源的 其实它是一种代码上的优化 对吧 那是一种性能优化 好 那这样的话它跟timers有什么关系呢 让我们一步一步来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调度器 它是怎么来一个一个调度这个gortain 首先呢是首先它会 比方说我们以现在这样一个情况为例子 现在这个情况是一共有两个P 就假如说运行时一共申请了两个P 那么现在呢有一个县程正在与P绑定 同时正在执行这个gortain1 对吧 然后同时呢 这个第一个P呢 然后它的一个本地队列里面有 g2,g3,g4,g5 这些gortain要等待的执行 我们暂时不去考虑全局队列 我们考虑这简单的情况 那然后呢 很明显 为了最大化的利用机器的资源 那我们显然不能够让有其他P的情况下 有其他逻辑处理器的情况下 肯定得需要更多的线程来执行gortain 对吧 那不然其他的这些gortain就等在这儿 就太浪费 太浪费机器资源了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 当你启用go关键字来执行这样一个gortain之后 这个这个情况下 它会去调用这个wakeP wakeP这些运行式的一个函数 然后这个wakeP这个函数呢 它会创建一个M 也就是创建一个系统线程 与P来进行绑定 它绑定的时候呢 它就会去调用这个findRoundable findRoundable是在这个schedule这个调度循环里面 它就会去找一些需要执行的工作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 从刚才3和4在这个运行本地对类里面 就会被偷取过去 被偷到其他的这个p的对类上来 然后所以也就是 他会拿到一个这个runq的一个 第一个grotain 然后呢再把另外一半呢 然后就把它放到他的本地对类里面去 这个是谁画的 可以消除一下 好 然后我们继续讲吧 然后接下来你可以看到 然后假设说我们现在这个g1已经执行完了 这个时候g1就结束了 对吧 他就会去拿到他的下一个运行 就是runnext 然后拿到下一个grotain来执行 然后呢这个runq肯定也继续不变了 对吧 然后但是既然已经拿到下一个grotain执行的话 他的runq就会变成runq里面的对手元素 就会变成一个runnext 也就是需要执行的这样一个元素 好 那么如果g2也执行完了 那么就运行到g5对吧 就是一个相同的过程 好 然后那如果说现在我们来看 如果g5他要掉一个timer 也就是我们需要主射在一个timer上 等待timer的一个通知 比如说timer希望创建一个timer 可能说一分钟以后提醒我换醒我 然后呢他就会主射在这个timer的channel上 对吧 好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早在1.1.1.10之前 他的timer呢 他首先会创建一个叫做timerprog的一个东西 就是一个timerprog 然后他就会放到那个runnext 就是下一个需要执行的这个grotain里面 他timerprog呢 他也是一个grotain 他也是一个运行自己使用的grotain 然后这个timerprog的主要作用呢 就是为了唤醒这个g5 对吧 因为g5要等待那个timer 等待timer那就需要休眠对吧 那休眠之后他怎么他应该放在哪呢 我怎么能够找到这个g5之后 休眠到哪去找到他 然后唤醒他呢 所以这就需要这个timerprog来做一个作用 好 所以当g5 他在监听这个timer的channel之后 那么这个timerprog呢 就会被切换过去 就是timerprog被切换过去 然后这个时候呢 就继续休眠吧 对吧 因为你要1分钟以后 那么timeprog呢 他就会因为m是跟m 就是这个系统现成 他其实是在执行这个timeprog 然后那他既然休眠 他就会开始调这个运行室的一个叫handoffp 他就会把p给让出来 因为他会这个timeprog会调用这个系统调用 也就是系统调用的一个sleep sleep的一个系统调用 那他休眠了之后 那现成就休眠了 现成既然要休眠 那肯定不能够霸占p不放呀 因为如果这个本地队列里面还有其他的gorting怎么办呢 那所以他就会放弃与当前的p来绑定 然后就会让这样一个m来休眠 那休眠完了之后 那这里有一个多余的p 也有一个多余的p不能浪费这个资源怎么办呢 所以就会再次唤醒这个p 唤醒这个p的同时呢 就会创建一个新的系统现成 从创建一个新的系统现成就发现 那我现在需要调度了 然后调度的话 发现本地队列没有 那就把刚才的g4 g4这个东西就给偷过去了 偷过去了之后 那么这两个p呢 同时都有资源在执行 那么现在还没有唤醒 然后如果说g4已经执行完了 g4执行完了之后 m就已经没有事情可做了 对吧 因为本地队列也没有 对吧 然后我们现在不考虑选举队列 那他就没有工作可做 那m就休眠了 那p也就不需要执行任何事情 然后就停在这儿 然后这个时候timer没有被唤醒 对 偷的这个过程也是有锁的 我们暂时不去考虑这么多细节 我们主要把这个流程过一点 也就是说刚才说到这个m呢 他没有g4可执行了 那他就他就会休眠 那休眠的话 休眠的话 假设说 休眠完了过了一段时间 这个timer到时间了 那我该唤醒了怎么办呢 那timer 因为它是调用的系统调用 系统调用来休眠的嘛 那休眠完了之后呢m就被唤醒 m被唤醒的时候呢 他就会他因为m需要执行gortain的话 必须要持有p嘛 所以他开始唤醒的时候呢 他就会去调用这个acquirep 要去获取一个p 那么m呢 刚才休眠的这个m呢 又会和这个p来进行绑定 那么这个timeproc呢 他就会跟p一起在被m执行 那你想 因为timer它的那个 休能在主射在一个timer上 它其实是主射在一个channel上 对吧 那channel的话 必须是由一个gortain 发到另外一个gortain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timeproc 它会通过这个channel 发送通知 通知给g5 通知给这个已经休眠了的g5 因为通过一个channel 来发送消息嘛 就是发送一个timep的消息 我们等一下看原码会知道 然后那为什么要执行这个timeproc 也就是这个原因 就是因为它需要从一个gortain 发送另外一个消息 发送一个消息 到另外一个gortain 那所以这个时候 当它发送消息到g5 g5说 那你已经可以开始执行了 那g5就开始被调度 那这个时候g5 就会从这个timer的这个堆里面 就会恢复到这个 接下来该执行的这样一个timer上 那接下来没完 这个timeproc和m是在共同执行的 那这个时候它同样会 它需要切换到g5来执行 那么它这个时候就会放弃当前的p的一个所有权 然后它就会切换 也就相当于一个切换伤害 因为m和timeproc是绑定的 那么这个时候它会放弃p的所有权 然后那么这个g5呢 是在这个p上面的一个对类 对吧 那这个时候就会 当它和这个p结绑之后 那它又会去唤醒这个p 然后同时发现刚才有一个多余创建的m 在那休眠 那这个时候就会把它绑定到这个p上 然后在接下来就开始拿到 接下来该执行的这个g5 然后就开始来执行 所以它整个这样一个过程就是 整个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然后当g5开始执行的时候 那timeproc其实它发完消息之后 就已经没有其他作用了 那所以timeproc没有了之后 m就会自己就去休眠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样整个一个唤醒的过程 它其实是做了好几次的上下文切换 它首先这个m会从我们退回到最开始的这个位置 它首先会有一个timeproc 在这个rownex里面 然后它会开始执行timeproc 执行timeproc之后 它会切换出去 切换出去之后再唤醒另外一个m 然后这个时候touch另外一个m 然后休眠 然后再切换到timeproc 切换到timeproc之后 它会把g5给放到p的本地堆类里面去 放到本地堆类里面去之后 它又会切换回 它又会继续解绑 解绑了之后 它又会唤醒另外一个m来调度g5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整个一个 为了唤醒一个timer 它其实m和p之间的切换过程 其实是非常复杂的 或者说非常容易的 它没有必要说 没有必要说我需要唤醒一个g5 就反复的去解绑m和p 去反复的切换timeproc 在p中的位置 这个是没有必要的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而且我们可以看在这个图中可以看到 就是在1.10之前 它只有一个timer堆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g5要g5 需要主车在一个timer的时候 g5肯定它这个timer 就会放到这个timer堆里面 那么不同的线程 它都有可能去操作这个堆 那么也就是说 它其实是一个共享资源 那就是一个共享资源 就一定要有锁 对吧 然后所以既然一定要有锁 其实这个锁的充足就会很大 比方说如果现在有非常非常多的m 然后非常非常非常多的p 比方说64个p 那64个p都会去抢这个锁 所以其实这个锁的竞争 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开锁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从g1.1.10 g1.1.10 它就会做了一个相对来说 相对来说减少锁的竞争的一个优化 那么刚才只有一个timer堆对吧 对吧 然后这个时候它就会 1.1.10的这个优化呢 它就把这个堆变成了64个 同时呢 每一个p呢 根据它的这个 你可以看到这个 这里有一个代码 就是每一个p呢 每一个p呢 每一个p 它的那个id呢 都会去跟这个timer的长度去抹 也就是说固定的p 它永远都只会访问一个timer堆 那也就是其实相当于是一个本地的队列 对吧 本地的资源对吧 也其实相当于 虽然说这个堆它是一个全 它是一个全局的存在 它没有跟着p跑 但是这一个p呢 它只会访问一个堆 对吧 然后那虽然说这种情况呢 只是一个简单的优化 为什么呢 因为因为这里的timer堆 它只有64个对吧 那也就是说 如果我有超过64个p怎么办呢 那是不是第65个 它就一定会落在跟其他的p进行竞争呢 所以其实g01010的这个优化 对于timer这个优化 其实它没有解决本质的问题 它只是减少了这个timer堆的这个锁的一个竞争 它但呢 它没有本质上解决这个m和p的这个一个方向文章切换 没有解决这个timerprog再频繁的去切来切去的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也就是这也就是为什么g01014它需要做一个优化 然后那g01014的主要优化也就是说消除这个多余的timerprog 就是说你说timerprog其实没有必要 因为完全可以 因为完全可以在切在调度循环的那个时候 那我在寻找下一个final runnable的时候 我去寻找下一个需要执行的g010的时候 那完全就可以去检查timer堆里面 到底有没有需要就绪的timer 没有的话 那有的话那当然好了 那就直接去执行就完了 为什么还需要去切换timerprog 为什么还需要去切换m和p呢 没有必要 所以g01014其实就是消除了timerprog和mp的一个上下文切换 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然后它的整个的优化的流程其实就是 比方说我们现在有g1g2g3g4g5 然后p它会拥有一个本地的一个timer堆 然后当g1它需要创建一个timer 需要休眠的时候g1其实是在阻塞在channel上 对吧 那阻塞在channel上 这个timer呢 就会被放到这个timer堆里面 然后呢g1呢就在channel上休眠 因为我们知道那个channel它休眠了之后 它其实是被保存在那个receive queue里面 对吧 就是因为它需要需要接收消息嘛 接收消息的话它就会 它就会被存储在那个receive的那个堆列里面 就是接收消息的channel 所接收需要接收消息的那个对类 所以它是可以被找到的 那这个时候那切换为m呢 没有事情在做了 那就切换为g2 就继续执行吧 就执行g3 然后g4就是下一个执行 好 那么如果g3执行完了 那这个时候突然说 我们说需要 他每一次 因为他每一次 每一次执行这个调度循环的时候 他都会去检查那个timer 好 那我们讲说g3执行完了之后 他要调度g4的这个时候 他在执行g4这个调度循环的时候 发现这个timer已经到期了 那这个timer就被刚才就被打出来 对吧 g3执行完 然后再执行schedule的时候 然后他就发现这个timer已经就续了 那我得赶紧把g1给唤醒来执行 那这个时候 他这个timer 就会给g1发送一个消息 也就是通过channel来发送一个消息 然后channel send 我们之前在channel原码的分析的时候 其实已经说过 channel send的时候 他会去调用go ready 然后他就会去把g1来ready掉 对吧 然后在这个ready呢 他其实是会 其实是会调用ready 然后next 也就是说他g1虽然说需要就绪 他就绪的时候 他就会把以前在run next的g4给踢掉 踢掉对列的对手 然后同时呢 他就会把g1给放到这个马上需要执行的 因为他的事情很紧急 那我得马上把g1给执行掉 然后他执行掉之后 然后他再run next 然后这个时候 在继续在check完timer之后 他继续find runnable的时候 然后他就会发现g1是需要执行的 g1马上就不得到被执行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g1.14的timer的一个优化过程 其实是完全没有m和p完全没有结绑 对吧 完全没有结绑的话 那就其实是节约了很大一部分的 上下文切换的开销 如果g3执行完 执行过长timer到了 这里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假如说g3执行完了 g3执行时间特别长 那timer到了 这里有很多其他的细节 也就是说因为不可能不仅仅只有一个p 因为不仅仅只有一个p 那可能有其他的p 其他的p他也可能会在调度循环的时候去检查 他检查自己如果没有timer 他就会去尝试去偷取其他的timer 然后他尝试偷取其他timer 如果有的话 g1就会被到其他的p里面去执行去了 然后另外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比方说系统监控 系统监控会定期的去检查timer timer堆里面的情况 然后g1.14呢 又还有包括说义步抢占 就是说如果g3执行过长 然后那么g3就会被 被运行时的义步抢占给抢占掉 当抢占了这个时候 他又会回到调度循环 那g1又回到调度循环 然后又一加timer 那g1就能够非常立刻 就能够立刻的去执行 所以对于g1.14来讲 他其实他的整个timer 唤醒机制 就已经变得非常完善了 就是说他几乎解决了 大部分的大部分的一个性能开修 这个是g1.14一个timer的一个大致的流程 我们只讲了一个非常大致的流程 他其实里面还有很多细节 我们来看一个他实际代码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比方说timer的结构 其实他没有变 就是说timer他有一个公开的一个公开 他可以访问的channel 然后这个channel的话 用户代码其实是监听在c的channel上面 然后所以当你创建一个timer的时候 他就会指定一个运行时的timer 然后这个运行时的timer 他会通过编译器绑定到 运行时的timer的结构上 然后但是他这个运行时timer 会有一个f 也就是说如何去通知用户代码 当用户代码阻射在c的时候 然后这个send time 回调 它相当于是一个回调 然后就回调说 如果当需要 当需要唤醒用户代码的时候 他就会往这个channel里面发送一个 立刻该开始执行的一个消息 那用户代码就会被唤醒 所以其实他的逻辑非常简单 也就是通过一个channel来通知多个group team 通知阻塞在timer上的group team 其实也是一个channel的一个上层的封装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关于p的结构 其实p的后面 在1.14的时候 他p里面就放了一个timer堆 这个timer看起来是个数据 对吧 其实他的实现 底层实现数据结构的实现是一个4插队 但是这属于一些非常细节的东西 我们并不并不在这个分享里面来详细讨论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仔细去读 他怎么去调整timer堆的 总之就是需要立刻执行的 就在一个堆的堆顶 所以它是一个最小堆 对吧 所以他时间需要越早执行的 girl team 他就会排在堆的最早最上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 当调度循环的时候 当执行到调度循环的时候 他就会去check timer 对吧 check timer的时候 他就会针对timer里面的每一个 当p里面的每一个timer都会去尝试去run它 尝试去run它 那他能不能够run成功呢 然后就切到这儿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会把timer堆里面的第一个 也就是那个堆顶 对顶对就是最早应该执行的 如果他应该执行的话 如果他是等待 对吧 而且他应该执行的这个时间 是比当前的时间要大的话 那他就不应该执行 对吧 如果他应该执行的话 他就会跑去执行这个run one time run timer 就是执行一个timer 执行一个timer的话 他就会去调用这个f 也就是刚才 刚才在这个地方看到的这个f 在这个地方执行的指定的这个f 他就会去往这个channel里面发送一个消息 也就是说 他执行一个timer 他把timer从t的这个结构里面删掉 删掉完了之后呢 他把这个timer running的这个状态改成 没有状态 然后再通过send time 发送信号 发送那个channel来发送信号 来通知用户公众店 你可以行了 你可以继续执行了 所以整个运行timer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然后在这里面其实还有很多细节 这些细节呢 就是这里有一个图 我整理出来的一个图 就是它其实是一个状态机 对吧 你想一个timer 它的标准的一个生命周期 其实是刚开始你创建的时候 它啥事也没有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需要主射一个timer 它就转换到waiting状态 waiting状态之后 然后它就running 对吧 用timer唤醒了 它要执行 那就是running running之后 running完了之后呢 就没有状态了 那这个timer就重生到此 然后那如果说 你在这个timer 在没有running完之前 假设我们用户代码人为的去 对timer进行删除 那它可能就是在waiting的时候 那它正在等待这个 阻塞在这个timer的时候 那它就会被切换到一个delete rem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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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些状态 那所以 整体content 也就是这样一个图 就是 比方说add timer 就是运行式的add timer的状态 创建一个timer 然后变成waiting 然后 那你waiting完了之后 就会变成 waiting waiting完了之后 就会往这边走到wrong timer 就变成一个running状态 然后running状态 完了之后 它可能结束了 就直接no time no status 就结束了 然后或者呢 它running的状态的时候 那它可能 如果它是一个ticker 那ticker的时候 它还是会再继续执行的 所以它又会返回waiting的状态 返回waiting的状态 那可能 接下来用户不想执行timer了 它又会切成delete的状态 所以 其实就是一个状态 自动状态机 也就是说 你运行时 它在把timer这种状态 不停的去切换 那就是 所以 总体上来看 就是这样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 需要处理很多细节的一个状态机 然后那为什么说 可能会问说 为什么说 会需要 会有这个removed 然后还有一个removing 为什么会有这些状态 其实是因为运行时 它的优化并没有直接去持有锁 而是做的一个lock free的处理 就是说 当你去需要删除一个timer的时候 它首先会切成delete 然后它会切成removing removing的时候 那就是告知别人 现在我这样删除 你不要动 如果你的状态被改了 那其实它是一个cast 就是 它会不停的比较这个状态 它就是说 在一个循环里面 然后它检查这个状态 我假设这个状态 是我的目标状态 如果发现在我修改的过程当中 那状态变了 那我再重视一遍 其实就是一个cast的一个操作 所以具体的很多细节 其实在这个分享里面 其实没有比较详细谈 有兴趣的话 可以根据这个图去看 timer的这个状态机 我们到目前为止 其实go1.14的timer 它其实就已经结束了 然后我这里还准备了一个 我这里还准备了一个实验的阶段 实验的一个内容 也就是说 我这个benchmark是从go原码的一个committer里面拿下来的 你可以看到相较于go1.13而言 它的go1.14的性能提升 比方说对于tiker来说 它竟然有99%的性能提升 还95%的性能 像这种 这种都是非常变态的性能提升 几乎是就说没有开销了 所以看上去数据很好对吧 那我们有没有实际的例子可以看一下呢 然后这里我给一个我自己的一个小项目吧 然后就是一个timer的一个多漏复用 我的这个项目呢是一个关于 因为你如果在一个平凡需要timer的时候 因为我这个项目写了很 应该是有应该是两年前写的 然后当时的要求是这个timer它需要被频繁的使用 那timer它每一次都会创建一个timerproc 所以它是需要被复用的 这个go1.10是会很多 如果我不停的去用timer的话 所以当时我写了一个这样一个benchmark 然后你可以看到现在我从1.13到1.14的时候 1.14的这个性能 其实你会发现你会发现它这个 现成被休眠的这个比例是明显减少的 对吧 包括说它的调用这个usleep的这个时间是明显变少的 所以其实这也就是一种叫做1.14它为什么会优化了 为什么优化了这个 为什么优化了这个上下文切换 所以这是这是一个证据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证据就是 如果你去看它的trace的话 如果去看那个benchmark的trace的话 你会发现如果在你频繁的使用那个timer的时候 如果是1.13的话 你会发现那个timer是疯狂的被使用 对吧 然后疯狂的被使用的时候呢 它的下面这个system call 也就是它的它需要做商量文切换 那它现成要休眠 然后又被唤醒 所以它的系统调用其实是非常频繁的 你想每一次做一次 每做一次系统调用它的性能 它其实是一对性能内容损耗 如果你系统下可以控的好的话 所以它的性能损耗没有那么高 然后另外一个东西呢 是你可以在右边可以看到这个timerprog被调用了多少次 你看看简简单单的仅仅是G9这样一个gortain 它就被换 它在这个benchmark里面它就被换起了6000多次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没有意思的一个 没有意义或者说没有必要的一个操作 所以你可以看到当你签成够1.14的时候 这个图就非常漂亮了 你可以看到系统调用只有了了的几个而已 对吧 画面卡住了吗 没有好 那我们继续 就是说你签到1.14之后 它的这个系统调用其实就非常漂亮 也就是说它就聊了就非常少的一个 而且这个timeprog在1.14已经被干掉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右边的这个数据里面 就是整个开销就已经非常小了 然后真正有问题的是1.14的一个另外的一个机制 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下次再谈 总之呢就是1.14的这个time已经非常屌了 好 那到目前为止呢就是就差不多了 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追查一下官方的这个 issue 这个是1.10的一个issue 这个是1.14的一个issue 然后呢 这个是我们之前做的一个channel的一个原码分析的一个 如果你对channel还不是很熟悉的话 因为前面我们提到了channel 然后第四个是这个分享的一个文字版本 在里面谈到了一些细节 然后第五个就是刚才我们所做的一个实验的一个benchmark 然后这个benchmark是在我们切成切到代码里面去 这个benchmark是在这个 如果你去看这个代码的话 在这个samd里面 然后它的benchmark 因为它的这个项目的有其他的目的 当时我这里弄了一个简单的版本 也就是说它没有其他的乱军把揍的东西 它今天是对timers的一个复用 然后如果你去跑这个benchmark的话 跑这个benchmark的话 然后你会看到这个是比方说这个是1.13跑出来的性能 然后这个是1.14跑出来的性能 那么我们比较这个性能结果是怎么样 可以看到仅仅只是换一个版本 timers的性能就提高这么多 所以是非常友好 所以这个就是整个timers 够1.14的这样一个timers 算是一个概览吧 不算非常详细的圆码分析 但是至少给到一个基本认识吧 好 那么我们这次分享就到这里吧 我们可以接下来进入问答环节 谢谢 谢谢大家 没有问题吗 可以简单说一下另一个问题 哪一个问题 好 1.14另外一个问题 是这样的 你看这个图 你看到这个是 BGSwip 就是那个后台的那个swip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scavenge 是Go1.14它在做的一个关于如何从Go运行时返还内存给操作系统的一个优化 然后这部分我不记得issue号是多少了 可能之后要不之后我把这个issue贴出来你可以去跟进一下 总之呢就是1.14它改进了 它重写了这个 又重又一次重写了 因为1.13也重写过一次 1.14又重写了一个关于如何从运行时返还操作系统 像超级统返还内存的一个机制 然后它就会导致 它会导致这个 平凡的 有平凡的青少 平凡的那个青道夫 会非常平凡 但是这个不是 并不是特别重 可以到我之后 看之后 把这个 把这个issue给发出来 记得关注一下这个issue后面的一个问答 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这个阻塞是什么意思呢 你想想网络 如果你网络请求太多会不会阻塞呢 它是一个道理 就是如果你有 如果你timer太多的话 它就会有越来越多的线程 来执行你所需要的 所需要的timer 所以timer太多会不会阻塞呢 会不会阻塞呢 当然如果你有两个timer 它都是同时执行的 那肯定会有一线一后 但是这个成本高不高呢 其实不高 对吧 因为有这么多不同的机制来帮助唤醒这个timer 所以它的 它的延迟并不会太高 就是说你想你用户太创建一个timer 它在同一个时刻 需要同时运行的概率 其实是很低的 对吧 除非你遇到那种峰值流量 虽然说有可能 但是这是肯定需要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就是说你这里timer做的优化 那其实是更倾向于说 避免那些没有必要的操作 就是所以也就是这个timerprog 和MP的一个切换 就是一个上下文切换 对 这里有一个问题说 官网才到1013版本 到了怎么获取1.14的版本 这里是有一个小技巧 其实你随时都可以看到go的 go的一个最新的开发状态 就是它master分支就是最新的 然后你可以随时更进它 到底做了什么更改 然后go1.14 它已经有beta beta1的一个tag 这里没有 也就是这儿 这里有一个beta1 你可以下下来看一下 但是总的来说 它的go这个项目 它的管理逻辑是 它的整体的开发流程 是在一个分支上 都是在master的分支上进行的 当需要发布一个正式版本的时候 比方说它release的时候 它就会checkout这个新的分支 比方说它切一个新的分支 就相当于它是一个 它首先是在这条路上走 然后当需要发一个版本的时候 它就分到另外一个分支 然后这个版本就在这个分支走 它发布之后 它的master 继续往前一个版本走 所以你要看最新的变化 就直接到这个master分支上去看 比如说你到src runtime 然后再到time.go 然后这个time.go 这就有关于最新的timer的一个实现 然后最重要的是在这个prog.go里面 prog.go里面这里有一个checktimers 这个checktimers 你可以看到这个checktimers 其实是在这个schedule调度循环这儿 就是它每次进入调度循环的时候 它都会check一下timers 然后如果它checktimers 找到timers之后 timers就会被就绪 就会像刚才这个地方一样 如果它找到一个timers 这个timers就会被这个需要被唤醒的G1 它就会被踢到这个runx里面 那接下来这个调度循环 那就会直接就拿到这个G1来执行 就是这样一个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然后接下来一个问题是 原码中有worklog reading monotonic clock reading 有什么区别 我记得worklog是 就是 就是你程序一开始启动 然后到你执行内 你需要你从启动时到运行当前的一个时间 然后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叫什么unix unix时间是从1970年开始 然后一直到现在 然后总之就是它其实是一个inter64的一个 它其实到现在也是够的 对 毛毛是地震的 对 然后接下来一个问题是timers 主流的应用场景在哪 我以前遇到这样一个需求 就是比方说用户 假设说一个用户发起来一个web请求 对吧 然后他他请求结束 他请求完了之后 假设你的后台需要订一个定时 增加一个定时任务 一般的做法是 你把它写到数据库里面 然后数据库后台有一个定期的检查 比方说他一分钟检查一次 就是crown tab 然后我当时有一个实现就是用timers来实现的 就是也就是我现在这个schedule的这个 SkyD的这个东西 就是说你没有必要 如果你对时间很敏感的话 其实你可以用timers 就是你用一个timers 你把任务放到一个对类里面 然后这个timers 就会从对类里面去不停的拿任务来执行 每当拿到一个任务的时候 把timers重新设成下一个任务 不需要被触犯的时间 所以就是这样一个叫什么 对类的一个场景 消息对类的场景 可能是算是不同的实现吧 github代码跳转 这个是github自己提供的 就是你现在github它自己就可以跳转代码了 你点一下这个 它就可以点了 不需要插件 syscall次数代用是什么工具生成的 这个是go to trace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吧 就是比方说我这里 我这里之前在准备这个PPT的时候 试一下go to go to trace 然后比方说我来看这个1.14的这个结果是怎么样的 然后这个内容有点多 然后它会parsing parsing很长 它会把整整所有的数据都当不着内存里面 然后它不是一个 所以如果这个记录的内容很多的话 非常非常满 来简单看一下吧 这个是1.14的 我们记得刚才这个1.14的那个 系统调用其实很少的 对吧 等一下 有点闷 你看这其实记录了这么 在一个benchmark里面记录了这么多 我们看第一个 然后进去之后 它要渲染 又需要花一段时间 就可以看到 比方说你按住shift键 然后你可以用框框选起来 这里面系统调用产生多少次 一共有36个 对吧 所以就 所以就被调用36次 然后我刚才突然想说的是 为什么1.13的这个 系统调用产生特别多 其实可以从这个trace里面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来进去看一下 这个是1.13的这个trace 有点麻烦 有点麻烦 好 我们进到第一个里面去看一下 这个是1.13的 这个 здесь стрاج Norban 这个是刚才我们看到的 这个是个什么东西呢 这个是个系统调用 所以这个系统调用其实是在谁发起的 就是这个timelprog 所以为什么 为什么你看到当timel使用频繁的时候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系统调用 全都是那个timelprog搞的 所以当timelprog被干掉了之后 那系统调用的次数肯定就非常少 就是大幅度减少 就是大概是这样一个样子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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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什么问题吗 好安静啊 Chrome Collection是什么呀 早期版本其实也不是很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早期的就是勾1.1时的这个优化吧 就是我找到这个commit 然后这个一个commit里面就是勾1.1时的这个优化 你可以看到1.1时它其实把它改成perp的就是每个p的一个timer堆的时候 它的修改其实你可以看到这就是这个是1.1时以前的嘛 1.1时以前的就是这个timers就只是一个全局变量 然后那么任何人要把一个timer放进这个堆里面都要做这个log操作 对吧 然后1.1时这个优化呢 就是它把这个timers变成一个数组了 这个数组呢一共有多少个呢 一共有64个 然后他应对啊就是就是这样就是在你p一般不会超过64个吧 所以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够用的 这个是这个是够1.1时的优化 但是刚才我们也说就是这个呃 嗯它其实没有解决本质问题 本质问题是它的这个上下文切换的太平凡了 就没有必要做这么多上下文切换 所以呃 所以 1.1时的这个优化就是没有没有解决本质问题 所以就到了这个1.1时的这个优化就可以去看这个这个issue 这个issue里面 就是make timer faster 现在已经close了 他这个这个issue是早在13年就就已经提出来的 而且当时解决方案是在16年就已经被想出来了 然后直到现在已经2020年了才正式正式被发布 你可以看到这里面一系列的commit吧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嗯 他改了一些netpool的就是 这东西 是因为唤醒的时候还需要依赖那个netpool的支持 嗯 然后接下来把这个 把这个timer 在调度循环里面支持这个timer 嗯 支持检查这个timer 就是check timer 然后是不是要从其他的pd里面把timer偷出来啊 嗯 然后 这个如何依赖这个netpool的 然后来唤醒这个timer啊 就是其实timer是跟 网络请求是一个是是基本上是一个本质上是相同的东西 对吧 他们都对时间特别敏感 那为什么不在换 为什么不在调度循环的时候 然后就去检查timer呢 为什么不在 网请求网络的时候 他也去检查一下timer呢 所以其实就是这样一个优化思路嘛 然后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 后面 怎么到把timer夹到p里面去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timer的这个bucket 然后这里面增加了一个p的结构 就是timer指向p 然后可以通过这个timer找到到底是在哪一个p上 然后后面还有像切换到新的代码 新的代码就是把这个改一下 这个也是挺有意思 然后后面还有一些committer 它其实是修复它一直写的一些bug 但其实你可以看它最后一个committer 最后这个committer 它只是把以前的这个timer的逻辑删掉 其实没有删多少 对吧 比如这个timerprog 其实没有删timerprog 删timerprog 其实逻辑不是很复杂 但是像之前为什么这个timerprog是万额之源呢 是因为它就直接一个go就过去了 那也就是说一个timer一个goot 那如果突然出现大量的星球 这个timerprog其实是会 它没有一个multiplexing 它没有一个多多复用 所以就是这样子 所以早期的版本其实也不是很简单 至于它为什么早期写成那个样子 我都没有仔细研究过 可以往后追查一下为什么第一次 第一次写这个timer是谁写的 我估计是调度器的作者写的吧 我估计是他写的 然后对于原码的学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可以选我的建议是从一个点开始出发 因为我自己是一开始是去看调度器的原码的 最早是去看c个的原码 结果发现越看越多 越看越复杂 是因为这个原码不是很特别好看 有些逻辑是互相交融在一起的 然后所以当你看到一个东西不懂的时候 你可以先暂时跳过一下 跳过一下之后再来看 再回过头来看可能会效果好一些 关于runtime的原码 是不是从最早的版本 读更容易一些 其实我倒不是这么建议 是因为我并不是从最早的版本开始看的 因为有那么够已经十年了 你怎么可能从最早的版本开始看的 从最早的版本开始看 你得花多少时间把那么多细子末节的东西全部搞清楚 所以就直接从最开始 就从现在这个版本开始看也没有什么问题 只是说可能有一些很多干扰信息 你要学会如何去鉴别它们 举个例子吧 比方说这个proc.go 我最早是从这个文件开始看的 比方说它有一些race 其实这个东西你并不是很感兴趣 比方说这个东西 它其实是为了支持race来出现的 然后比方说这个是支持race检查 然后才有的 这些都是属于一些读原码的噪音 在读原码的过程当中 应该是学会鉴别 比方说这个是debug用的 这些这些都属于读代码逻辑的一些噪音 当你学会如何去鉴别这些噪音的时候 那你读原码的速度 其实变起来就非常畅快了 像这些东西什么trace skip 这些其实也都是噪音 就没有必要这些东西 你在理解关键逻辑的时候 这些东西都是没有必要的 它们只是为了工具链的完善 为了你调试代码提供了一些基础支持 这些对理解它的背后的原理 其实是没有帮助的 当你需要去看trace的原理的时候 你再去看这些东西 它才会有一些用处 原码从哪里切入比较好 你看这个prog.go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 比方说这个 这个runtime prog.go 一开始就看到scheduler的原理 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看的时候 就是看到这 我也忘记了我是从哪看来的 但是总之我印象很深刻的 就是看到这个雕头器的原理 然后当时go接触也不是特别长 可能几个月的时间吧 然后跑来看这一段完全看不懂 不知道在说啥 然后后来就硬着头皮去看那个man函数 叫做funkman 你看这个man函数 它其实是链接到了man.man 就是用户代码的man包的man 然后这里呢是运行时的一个man 然后你会发现这个manman是在那被执行的 看一下 嗯 收到了 刷新一下这个也没办 嗯 那个代码有点多啊 所以说起来不是特别好说 你可以看到像这个运行时 它有一个man-girl team 对吧 他这个man-girl team 会拿到这个用户态的那个man包里面的man函数 然后把这个fn来执行 然后呢其实就是触发用户代码 然后呢其实在这之前它其实还有很多操作 所以你就可以去看 那么这个运行时的这个man函数在哪出发的呢 那你就可以去找呗 你可以去找这个运行时的代码在哪啊 就一步一步慢慢的就看会了 就是这个过程其实不是那么不是那么简单 但是大致思路是这样子 就是你知道一个想要看的点 你就一直看就行了 去追查他们 好的 那这么多人说感谢了 我们已经一个小时了 那要不我们就到这结束吧